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Open Chat 在乌克兰战争2022年 2月24号爆发 离现在已经过了两周年 当时乌克兰爆发战争的时候 国际几乎所有的人一直认为 台湾就是下一个乌克兰 理由是什么 虽然这里头有维言耸听的部分 可是也有部分是一些很值得稳 深思而且别人拿来做比较的理由 第一个俄罗斯是一个核武大国 中国也是一个核武大国 第二个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旁边 而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旁边 第三个乌克兰在16世纪的时候 加入了俄罗斯帝国 在苏联时期的时刻 他是第一个要求加入苏联的联邦 在这个作为加入苏联的联邦的国家 因此他被赋予了送给他一块土地 这是当时所以送给他乌冬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所以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我们对这句话是很熟悉的 而且很多过去在俄罗斯里头重要的作家 包括像托尔斯泰 包括像托斯菲亚斯基 或者是说像 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最喜欢去的地方 除了基辅之外 就是奥迪萨 曾经在2008年 那个时刻 橙色革命的时刻 本来当时的乌克兰 就已经由那时候的领导者 大家还记得找到很漂亮的天然气公主 他就申请要加入北约 在那个时刻 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叫William Burns 他就是现在美国CIA中情局的局长 他马上告诉小布希 他说他在Moscow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 这不是普丁和美国的战争 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战争 除了他们觉得乌克兰的基辅首都 离莫斯科太近 如果北约组织 它是个军事联盟 它在这里布置任何的导弹 等于是随时莫斯科都会被摧毁 它只要五个小时弹劾制开进去 导弹更不要讲 只几分钟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在情感里头 在俄罗斯人的情感里头 他们认为他们和乌克兰是不可分的 虽然在1991年的时候 苏联通了乌克兰的独立 可是他们对乌克兰的情感 跟对其他像波罗德海三小国的情感 是不一样的 所以乌克兰从独立之后呢 每一次选举里头 就一直陷入竞选里头 一个叫亲俄派 一个叫亲欧派 所以如果我们回来来看 为什么台湾会被称之为 很可能是第二个乌克兰 就是认为总有一天 中国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 他希望统一台湾是国家 绝不可退让的目标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中国历史里头 不可割让的一部分 而且在过去从上海公报开始 中国大陆过去跟所有的国家 建交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中原则 这个一中原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 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 这个比乌克兰的情况还要更严重 因为乌克兰还是在苏联崩解之后 被承认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只是在历史的情感里头 他远比当时苏联其他独立的很多 联邦国家像Georgia 像亚塞拜仁这些国家 远比这些国家呢 和俄罗斯的关系来得深 非常非常的多 因此当时普丁在2008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几十页人们称说这是给基辅的一封情书 过去基辛吉活着的时候 还说要了解整个俄罗斯怎么样看待 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些事情 或者是普丁为什么会发动乌克兰战争 这个事情 必须要了解苏联很多的人 他们对这个事情里头 他们背后所思考的一个悲情史 他们认为整个苏联失去了乌克兰 而且最终甚至在乌克兰内部 会出现亲欧派 会出现亲俄派 就是整个苏联崩解的悲情 收入历史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待会来谈它的悲情历史一部分 我们现在来谈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打了两年 它发生了几个现象 第一个本来很多人希望它可以很快的结束战争 尤其是在2023年 当美国跟欧洲方面给它非常多的军事武器 support来支援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希望还有一个所谓的春季大反攻 想象的最完美的整个棋盘就是 透过这个春季大反攻 然后拿回来一部分的尸土 目前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尸土是18% 它的领土占领18% 他们希望至少拿回来8%或10% 然后接着2024年 现在这个时刻是冬天 4月开始春天的时候就坐下来开始谈判 为什么是4月 因为普丁要选举 不可能在他3月要选举的时候 坐下来跟他做和平谈判 他选举完了 大家坐下来做和平谈判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关于乌克兰的和平战线路线图 这个路径图呢 主要是由美国的Foreign Policy 就是美国Consul on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整个主要的主旗逝者 Richard Harts 这个Richard Harts很重要 他就是在拜登政府的时候 曾经劝拜登他对台湾的政策要清晰化 否则中国真的会打台湾 所以拜登假装好像是失智口误 就是说美国会协防台湾 这个又说美国不一定会协防台湾 美国会维持一中原则 就是在协防跟不协防里头 偶尔清晰 偶尔不清晰 这个主要他背后的政策的指导者 就是Richard Harts 而Richard Harts呢 和William Burns两个人是完全合作的 他在2023年的时候 三四月他就已经去了基辅 并且透过他个人的一些Track 2的第二轨道的一些关系 他和莫斯科方面进行一些交谈 某个程度他们想象的就是2024年 就是四月开始就是和平的谈判年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美国必须要做到 他们支持乌克兰在2023年春季大反攻成功 结果两年下来 在2023年这场大反攻没有成功 目前呢 俄罗斯仍然占领了乌克兰的领土 高达18% 有一段时间占领27% 可是那个不是2023年 是在2022年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刻 后来呢 就占领了18%左右 这18 大概 不见得拿得回来之外 就在两周年的时刻 也是普丁 快要竞选连任总统的时刻 也是他把他的对手 纳瓦尼给杀死的时刻 他们赢得了一个城市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城市 在乌东 这叫阿夫迪卡夫 这个城市呢 阿夫迪卡夫呢 这个城市很重要 它这个我们看战争史里头 它里头都是悲剧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他就告诉他的部队的上级 指挥官就跟上级讲说 我们守不住了 根本不可能 我们完全被俄军包围 让我们撤退 可是Zelensky说不准撤退 不准撤退的结果呢 就是最后弹尽圆绝 打到有一千个人 变成俄罗斯的俘虏 这样战争刚好在两周年的时候 就失败 还是变成普丁最好的一项宣传 那同一个时间呢 美国就陷入了大多数的人 业务了污战 不管拜登怎么样呼吁 共和党的人 在参议院还可以 在众议院里头 他就是一定要把美国的边境问题 跟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问题 绑在一起 一直拖延 而当美国对于整个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一直拖延的同一个时间 欧洲 尤其是北大西洋共云组织的几个国家 就会紧张 因为北大西洋共云组织 主要靠的是美国的支持 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所以德国明镜周刊 就写了一个封面故事 说德国到底要怎么面对明天 是否应该发展核子武器 德国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德国要不要发展核子武器 他说当美国不来保护我们 而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俄罗斯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自己能发展核子武器 有可能川普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 我们将来要防卫我们自己 我们要面临一个俄罗斯对我们的侵略 或者俄罗斯跟我们之间一定的 军事恐怖平衡 所以德国该不该发展核子武器 这个在德国历史史里头 几乎没有听过有这种辩论 被德国明镜中刊正式的提出来 英国的经济学人呢 在他的封面故事里头 也特别提到这场战争 还有赢的机会吗 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来看这场战争 它和台湾的类似之处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都是旁边的小国 乌克兰 还有台湾 那台湾甚至很多全世界 大多数的国家都不承认 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我们台湾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 但全世界并不承认 乌克兰是全世界承认它的 可是真正实质的问题 不是承不承认 是全世界有没有国家 愿意为台湾和一个 核子武器的国家打仗 这个核子武器的国家就是中国 那现在一样 就要不要跟俄罗斯打仗 乌克兰战争最大的几项特色 跟它的启示是什么 到目前两周年下来 第一个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它将走向消耗战 只有少数的人认为 它最终如果建好就收 接受乌冬失去了 然后坐下来谈判 然后提出和平条件 这个战争呢 仍然可称之为叫做胜利 为什么胜利 你守度守住啦 你大多数很多地方守住了 你失去的18%的领土 本来乌冬这个地区 它就是俄罗斯后裔的人 过去俄罗斯会投出亲俄罗斯的总统 就是这里的人几乎都投亲俄罗斯的总统 所以你失去的地方 本来就是你当时加入苏联的时刻 别人送给你的领土 那那个时候别人送给你这块乌冬的领土 这块地区呢对你而言 长期国家的发展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你这个国家里头呢 又有亲俄罗斯的人 而且他们是说俄语的 他们已经几百个世代 通通都是俄国人 只是因为他加入了苏联联邦 他被你并到乌克兰里头来 那他跟你的乌克兰语的这群人 就是格格不入 所以内部的整个族群之间的斗争就很严重 再加上宗教的斗争 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 史达利赢得的 从波兰瓜分过来赢得的土地 也并到乌克兰里头去 那这群人是天主教徒 那所以整个乌克兰呢 它就变成三块饼 这三块饼里头呢分过来分过去 所以有的时候亲俄派会当选 有时候亲俄派会当选 那你因此要不要和平 是你的一念之间 如果你觉得我要把那18%费 赢回来不可 那群人你怎么统治 因为那群人是本来就是俄罗斯后裔的人 他们想看俄罗斯语的电视 想听俄罗斯语的广播 他根本不接受基辅政府很多的主张 他长期以来只要是 像橙色革命上台的政府 或者现在上台的资兰斯基 他们都是反对他的 所以在当地已经打内战打了八年 那如果算起来 现在已经是十年了 所以有些主张和平的人就说 be practical 就是务实主义者 叫资兰斯基说 你不要再讲大话了 你就承认 到此为止 坐下来台派 那事实上 你等于是战争胜利 因为你保住你的首都 你保住了大多数乌克兰语的人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然后也保住了天主教徒的人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cease fire 停火 那克里米亚 这些本来就都是讲厄语的 他们也经过公投 只是全世界不承认他的公投 那你不承认他的公投呢 跟国际法来说 不见得是公平的 因为你真的国际去 给他关水团监督 你可以想象当地都是俄罗斯人为主 那他公投本来就会80% 90% 都是支持 他要回到俄罗斯祖国去 所以他就说你就是承认这一点 而这些人呢 离开你乌克兰 回到俄罗斯的怀抱里头 你才好好的可以有稳定的 基辅的证据 所以有一些人就说 他还是有可以和平的可能性 未必会战争一直打下去 如果他的领导者 Zelensky脑袋够清楚 可是Zelensky现在的所有的说法 跟他所有的语调 就是我要打到底 我要打到底 我要打到底 他的说法本身看不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他很enjoy 他非常享受 他个人作为国际英雄的一个姿态 他前一阵子把在乌克兰战争里头 最重要的作战英雄撤换掉了 为什么 功高震主 这个很像以前蒋介石对付孙利人 就是功高震主 所以可见这个人 他的权力的欲望是很强的 强过于他的务实的思考 所以他如果这个时候 他撤换掉了国民的这一次的 乌克兰战争的英雄 然后他又去跟俄罗斯和谈的话 他就变成妥协派 卖国贼 所以这个不太可能 他变成汪精卫一样的 所以他只好一直打下去 那一直打下去会有什么情况呢 就走向消耗战 消耗战是什么意思呢 消耗战根据史卡古的教授 我在这方面不是军事专家 所以我只引用别人的说法 史卡古的教授呢 一位叫做Milstein Hammers 他的说法是 Milstein Hammers他的说法是 如果走向消耗战 事实上乌克兰 现在就可以说他输了 为什么 你走向消耗战 第一个你就看你的弹药 你弹药严重的不足 比如说美国要到2025年 才能够生产出来足够的弹药 来支持他2024年 现在要打仗所需要的弹药 比如说兵力来讲 他需要50万大兵 可是他现在连15万大兵都出问题 发生在乌克兰的情况呢 有好几种悲剧 那有些人呢就觉得 我会因为了国家战胜到底 那我们如果看CNN的纪录片 在两周年的时候 他们的驻外主要的当家 国际新闻的主播叫做Amapo 他做了纪录片 他报道都是这一面的 很多士兵 我一定要为我的国家战斗 妈妈也说 他要上战场前 没有问过我们 可是我们认为 我以我们的儿子为荣 然后接着打开来 棉被下面的腿是截肢的 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那九一家医院里头 非常忙 每天都有100多个伤兵 都不断的送进来 都是一场无战战争里头 主要受伤的乌克兰士兵们 而他们认为 他们为这个国家战争 是需要的 是必要的 一定要站到最后 抗战到底 这是一类的乌克兰人 第二类的乌克兰人呢 事实上他们在国内 像赫尔松这个地方 他一直都是战火 而且被俄罗斯已经占领了 那战火在这个地方 仍然打来打去 他的老百姓说 我不知道我第二天 能不能看到太阳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太阳 算不算太阳 就是说对那些人来讲 他的日子是很痛苦的 他的海外移民呢 就是难民高达六百多万人 他总共人口是四千多万人 有六百多万人逃出了海外 而有很多人呢 到了德国 到一些地方去 然后越有能力 越有经济条件 越有学术地位 越有各种不同的科技的 领导角色 像这个乌克兰 他的生物科技是不错的 computer也都不错 他们就到德国去了 而且他们不会回来 那这些人呢 有六百多万人 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因为他要扩大征兵 他现在已经要求 16岁以上到60岁的人 都要服兵役 那你为了要兵役 怎么办 台湾以前的特殊问题 都出现在乌克兰 乌克兰从过去呢 不管是谁执政 他最大的特征 共同的一个主义 不叫三民主义 也不叫共产主义 也不叫资本主义 叫做贪腐主义 你不要当兵 可以给钱 那就把你载到边界 然后从边界呢 就可以溜掉了 所以有钱人可以不要当兵 然后你就可以赶快离开这个国家 那只要付钱给征兵的单位 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分成好几个不同的面貌 有的人是很了不起的抗战 有钱的某一些人呢 就溜了 就不要当兵了 然后有能力的人呢 就变成奈民 逃亡到其他的国家 重新开始他的人生 这是整个我们所看到 乌克兰的一个情形 那我刚才特别引用的是 靠这位教授呢 他用了几个重要的数据 他的看法是 以美国来讲 美国不可能支持一个 长达十年的消耗战 美国的国内政治 只要川普上台 甚至很可能退出NATO 退出北大西洋公益组织 他可能更退出 他要反问你乌克兰什么 那他可能军援你什么 他自己觉得他要面临庞大的国债 所以他觉得这个风险太高 即使不是川普 就算是拜登 或是美国任何其他未来的 在下一个四年的总统 他都要面临美国债台高主的国债 以及长期消耗战争 美国的民意一定是对乌克兰支持 一直一直下滑 只是没有人要开第一枪说真话 然后最后呢 可能通过议会 通过说我要绑边境议题 绑什么议题绑来绑去 事实上就是不想再那么强烈的支持乌克兰 其实早在Zelensky 我就注意到他2023年年初 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当时的民主党是站起来给他掌声的 那时候民主党的议长 还是Nancy Pelosi 民主党几乎全数出席 然后站起来给他鼓掌 共和党呢 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 缺席不来 而共和党很多 共和党的重点是坐在椅子上 没有站起来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透露出了一些端倪 那战争呢 打下来以后 你要靠别人帮你打仗 别人会疲乏的 别人会觉得我自己经济不行 我债台高主 我为什么要一直给你钱 所以刚开始第一年给 第二年就开始慢慢出问题 现在满两周年 问题已经都浮现上来了 我们如果回来台湾看的话 台海战争呢 很可能情况更惨 就是它很可能 因为它跟乌克兰不同 我们跟乌克兰相同 我刚刚已经提过 没有人要为你跟何子大国打仗 所以同样的状况会发生在台湾的是什么 战场只在台湾 战场不可以在中国大陆 所以所有美国卖给我们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 不可以是攻击性的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把战场扩大到中国大陆 就表示美中必有一战 而美中如果有战争的话 它就是两大核子国家 一个世界性的毁灭战争 在这次的乌克兰战争里头 你看到了 不管这个俄罗斯呢 美国是如何的制裁它 它终究就是不允许 Zelensky用无人机打到莫斯科 它试图打了几次 很快就停止了 为什么 被美国警告 白宫警告它 不可以打莫斯科 否则我就不给你军援 所以战场只在乌克兰 那如果在我们台湾呢 就战场只在台湾 你连跑到厦门去打仗都不行 你的军魂不能打到那里去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台湾要自己面临 单独面临自己跟中国打仗 其次台湾会不会有很英勇的 愿意对抗中国的大陆的年轻人们 当然会有 会不会有那种 父母亲想办法拿钱 让他们可以溜掉的人 更是会有 像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台湾有很多有钱人 他们家里头的小孩呢 是在美国出生的 或者父母亲呢 是有美国籍的 所以他们就会念美国学校 那美国学校呢 最近空出来很多名额 别人可以递补 原因是什么呢 凡是15岁以下的男孩 都离开了台湾 他们怕有一天 他有双重国籍嘛 但万一台海有战争 他还被征兵啊 所以就是赶快趁15岁以下 赶快就出国就走掉了 所以台湾的美国学校呢 还不到15岁的很多男孩 父母亲担心台海问题 就把孩子给送走了 台湾人会有多少人 愿意说我毫不迟疑的 去防卫我的国家 其实人性啊 一定是有人 是很爱国的 会防卫国家 有人是会溜走的 想办法的 在这个时候 求他个人的平安 然后就溜了 那多半都是有钱的人 有钱的小孩 有特权的 透过各种方法 另外有一群人呢 他很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选择 他要不要 干脆 逃到别的国家去 然后到了别的国家以后 永久的不要回来台湾 就很像我讲的到 乌克兰到德国去的那些难民 台湾会流失大量大量的人才 这个东西基本上 我是觉得 一旦战争开打 是避免不了的 然后第二个 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我们看到的 我就讲 美国战场 一定要在乌克兰的目的 就是不愿意美俄大战 那美国愿意跟美中大战呢 美国绝对愿意跟美中打 贸易大战 军事大战呢 到现在为止是一个 big question 是一个大问号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我的看法是 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要讲实话 就是美国不会跟中国打 核子大战 但是美国不能这样讲啊 因为这样讲就是让中国可以为所欲为啊 所以美国不可以把这个话说清楚 这个部分也要模糊 所以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一定要模糊化 他不模糊化 他说我可以协防台湾 台湾会去搞台湾独立 然后中国在这个事情里头 就会更觉得你破坏了一种原则 提早解决台湾问题 而美国又不想真的跟中国打仗 所以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事实上你要考虑90%不会 只有10%会 而这10%呢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只是我希望把讲话呢 不要讲得那么满而已 那最终我们再来看消耗战 中国打了多少人呢 十几亿人 我们多少人口 两千三百多万人口 你军力要怎么比较 你消耗战你要打几年 你我们可不可以打两年吗 我们他们四千万 对俄罗斯 俄罗斯人口还没有中国那么多 乌克兰还比我们多一千多万人 那我们的消耗战 我们有办法消耗打仗打两年吗 我觉得在消耗战里头 台湾是更比乌克兰更困难 那国际专家也都非常烦恼一件事情 他们烦恼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状况比乌克兰更糟糕 更糟糕有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 台湾是海岛国家 你到时候连送武器都来不及 所以很多人就主张 像Thomas Freeman就主张说 把台湾武装成一个铜墙铁壁 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国家 现在就要准备战争 如果中国打你 你可以自己防护你自己 所以打造成一个铜墙铁壁 到时候给你武器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给的武器是什么 之前给我们武器 我们买了一个布雷 然后给我们的军援的武器 都是要打上战的 台湾一直以为说 那美国快来协防我们 还有第七舰队 还有核子潜艇等等都会来 那结果给我们的武器 都是这一类型 意思是什么 You have to fight for yourself 你要为你自己作战 可是台湾有一些年轻人 可能很愿意为台湾抗战 但是从台湾过去的历史 日本人占领台湾 台湾是所有日本殖民国家里头 对抗最少的区域 有的人说这是台湾人的农性 1945年国民党接管了台湾 228的时候台湾有抗争 可是那个抗争的规模呢 也不见得有多大 而且在后来1949年之后 虽然白色恐怖 我们听起来现在大家都在骂 转型正义 可是那是一个长长长长的历史 从1950年到1987年解除戒严 就是37年的时间里头 台湾大多数都是服从性很高的顺民 如果你要反对他逮捕 再来威胁利诱 逮捕是一种 像世民德 威胁利诱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士绅 在威胁利诱里头 纷纷投降 去做了国民党的高官 然后最后享受 社会很高的荣耀 而且很大的财富 死的时候有上百亿 这是台湾人的历史 我没有要讲说 下一代的年轻人 就会跟以前那些台湾人的历史 是一样的 或许呢 他们过去的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反对 他欠缺所谓的强烈的identity 强烈的认同感 可是我常常在看 我自己是党外时期 做反对派出身的 我在反对派的时候 我好记得 那个时候 1980年 周清宇 他也是大夫出征 他先生要加上去坐牢 他去租任何房子 竞选总部 没有人要租他 他租一个 几倍总部就来 他说不好意思 几倍总部来对我施压 我不能租给你 几倍总部对他施压 他怕什么 我告诉你 台湾人就是怕 怕这个字 就是台湾人最核心的精神 这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我从来 某个时刻呢 在看台湾这些问题的时刻 我很清楚知道 到现在为止 台湾还是一个 马屁文化的一个社会 然后还是一个苟且 偷生的一个社会 只有少数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很可能 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 大多数的那些成年人 在玩的游戏 我眼睛所看到的状况 出来投票可以 二把手牵手可以 你叫他上战场 上沙场 你叫他牺牲 你叫他坐牢 不好意思 换个好处 他的思考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我自己本身参与过台湾的现代史 我也阅读了很多台湾过去的历史 也看到了很多在1990年代之后 出道一些反对派的人 在取得权力之后 他高度的妥协性 跟堕落性 跟他本身理想的丧失性 以及后来再出现了那些投机的政治人物 我在想说这个国家 他怎么可能变成一个fighting 一个战斗民族 他本身就欠缺这样的一个血液 欠缺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我看乌克兰战争的时刻 就看到就是乌克兰仍有战士 但是也一堆懦人 懦弱之士就逃到国外去 六百多万人 这些六百多万人 并不是说他是乌东地区的人逃出去 他是从别的地方逃出去的 然后接着呢 他还有很多有钱人 就花钱就不要当兵 接着呢 就是国际本来刚开始 不断的要呼吁 就是一旦你在乌克兰战败的话 你就等于是给俄罗斯一个清楚的讯息 他可以侵略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大多数欧洲的国家会认为说 乌克兰的情况跟我不同 因为俄罗斯从来不会觉得 德国是他的一部分 不会觉得法国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把我自己武装好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武装他自己 对美国人来说的更远 俄罗斯更不会来打我 所以他根本越来越不想军援 乌克兰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人啊 到别人家里头去 寄人篱下 看人脸色是很苦的 台湾要跟中国大陆打仗 乌克兰要跟俄罗斯打仗 我们就是寄人篱下 看人脸色 人家支持你 你就是英雄 你看看下Zelensky 有多少个国家在像当年 2022年的时候这样邀请他 发表演说 甚至都开始透露一些讯息 对他都是不利的 他容不下真正会打仗的人 他身边的国防部 通过都是贪腐 他的军事阵营里头 光是采买食物的价格 是乌克兰市场价格的两倍 贪腐到了极点 这些讯息一直传出来 而且都是从美国传出来 我只能够说一句话 就乌克兰战争了两周年 如果他的领导者 当时够聪明 不要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他到现在还加入不了北约组织 为了加入北约组织 迎来这场战争 结果北约组织到现在 还是不让他参加 他够聪明 不要去申请北约组织 他可以避开这场战争的 可能性相当的高 第二个 如果他现在打仗打到现在 他脑筋清楚 反正被你占领的地方 就是以前亲俄罗斯派的 他反而造成乌克兰 证据的不稳定 那我就去按照韩战的方式 停火协议 我也不承认说 他就是你俄罗斯的领土 可是我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大家就停火了 就到此为止 乌克兰重启他的经济 而他内部因为没有真正的 像当年的俄罗斯后裔的这一群人 这么强烈的反对 他们就全力的可以靠向欧盟 靠向西方 可以发展他的经济 这个时刻乌克兰 会比过去的乌克兰 从1991年到2022年之前的乌克兰 就更加的强大 就看他的领导者一年之间 怎么样想 因为你消耗债 你会失去所有的盟友 对你的支持 而且你的士兵 根本不足以打仗 眼看着这条失败的路 那你就到此为止 见好就收 还是你只想 Zolensky 只想以你周围 他作为一个英雄 可是你要 记住一件事情 英雄是最终都会令人厌烦的 那人家又不愿意 给你援助 最终你的结果呢 就大家把你的一些 负面的讯息 一直透露出来 透露出来 你的英雄形象就慢慢裂解 慢慢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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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好像不给你援助 就越来越合理 越来越合理 然后你就被放弃了 一句中国的老成语 就叫做 见好就收 现在叫见坏 你更要收 你两年已经如此了 这个时刻呢 Zolensky本身是 不用进行总统大选 按照他们的宪法 但你在战争时期 总统是可以继续当下去的 当普京的选举一结束之后 他接受美国给他的 和平路线图 那我相信呢 拜登跟尼克森当年一样 就说拜登也好 川普一样 他们都会重蹈尼克森当年的事情 我讲这故事给大家听 作为结尾 尼克森呢 当年为了要进选美国总统 他很怕 London Johnson 就那个时候的民主党的总统呢 结束越战 因为结束越战的话 他就不会大赢啊 所以他就派了陈湘梅 当他的特使 这后来在美国 National Archives 国家秘密答案集里头 就被公布了 他派了他的特使 然后他作为他特使 就是劝当时 越南的软文哨 南越政府就说 你不要接受 London Johnson给你的条件 你就说 我要继续打越战 然后我当选以后 我会给你更多的武器 你以为川普不会玩这件事吗 或者拜登不会玩这件事吗 但事实上在他们内心里头 都很清楚知道说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只会一年比一年的少 谁站在支援乌克兰那一边 而且不断的给支援 谁最后就会失去美国的民意 然后他们会说 让欧洲的问题留给欧洲 那最后来谈 在乌克兰战争两周年里头 很多人谈到 美国对俄罗斯最大的制裁 叫做Swift 还有石油的制裁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主持的文献世界中文 就告诉各位 在过去的战争里头 经济的制裁往往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 还有漏洞 它有很多的漏洞 那Swift的制裁呢 是叫做核子武器 核子武器型的金融制裁 它使它的美元资产呢 就被冻结了 但就是对美元自己本身是不利的 对美国本身是不利的 那经过两年的经济制裁以后 对俄罗斯的伤害有一点点 但并不明显 为什么 漏洞在哪里 印度说不好意思我很穷啊 我就是要 一定要买俄罗斯的石油 中国说不好意思 我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要买俄罗斯的石油 那从印度 从中国 可以买走的石油 你就可以想这两个 是新兴国家里头 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跟第五大经济体 在全世界里头 新兴国家里头 也是使用石油最多的国家 两个 它都是买俄罗斯的石油 那俄罗斯怎么会被你制裁 到有什么效果呢 甚至有个消息传出来 消息传出来是什么 是其他国家 连欧洲国家都从印度买石油 为什么 因为他从俄罗斯买了很便宜的石油 效果不大 那中国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 因为中国的供应链 跟全世界 这个连接的很深 它比俄罗斯连接的深非常多 如果对中国 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刻呢 是既杀了中国 也杀了全世界经济 也杀了美国自己 所以这个经济制裁本身呢 不是效果问题 而是它 是另外一种 核子武器型的经济毁灭 所以如果中国决定要打台湾 台湾真的是下一个乌克兰 假设这个命题真的存在的时刻 台湾的处境 恐怕所有乌克兰 腐败问题 台湾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乌克兰那种想溜的 想逃的 想不要做兵役的 想保他国外去的 一定在台湾占很大的人数 然后愿意上战场的 也有一大部分人 但是不会是全部的台湾人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宝岛不再是宝岛 它将成为灾难之地 台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了解 乌克兰现在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两周年下来 这场战争 如果继续走向小海战 现在就可以说他输了 如果他懂得见坏就收 他算是好像输 其实赢得了这场战争 谢谢收看今天文谦的open chat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处也 去范音乐 滚 吃 闢